左邊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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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下面 中間 下面 兩位 兩位 這裡 下面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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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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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行了 後面 後面 但後面 後面 鏡頭鏡頭 著 background 左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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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著 著 著 主 Sir 不行 兩位 就 Plaid тут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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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樣 好 感謝 各位 mt anatomy 歡迎你們出席我們的記者招待會 大家都知道 在高鐵的項目,港鐵公司的董事局成立了一個獨立董事委員會 今天的委員會提交了他們的第一份報告給這個董事局 今天我們的主席,港鐵公司的主席錢果豐博士 和委員會的主席馬時鏗教授 跟大家分享報告的內容 我首先交給主席跟大家說幾句話 好,傳媒界的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今天通知大家急了些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因為董事局的獨立董事委員會 剛剛完成了第一份報告 我們希望可以在第一時間和大家分享 港鐵董事局在今年4月29日 就高鐵項目的進展 成立了一個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委員會 由馬時鏗教授擔任主席 另外有五位成員 包括施文遜先生、文禮遜先生、陳婉德輝女士、石禮謙先生和何成天先生 委員會的工作 是要對修訂高鐵項目時間表的背景和原因進行檢討 而這份報告反映了委員會在這方面作出的調查結果和結論 我們知道委員會每一位成員都用了很多時間 很客觀地進行這次檢討 整份報告的內容都是基於事實 結論是中肯的、是持平的 我都知道大家已經看過這份報告了 現在我想請委員會的主席馬教授 跟大家詳細地說一下報告的內容 馬教授 謝謝前主席 各位傳媒界朋友好 獨立 董事委員會在5月9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 在過去的兩個月 我們這個委員會開了總共是12次會議 而在這個12次會議裡我們就調查所得 進行了討論和讚寫了今天在大家手上的報告 我們的工作包括了會見高級行政人員 和項目團隊的高級成員 去地盤實地視察 以及審閱了大量文件、信件 還有相關的資料 我現在就會就報告的調查結果和結論 分五個重點向大家回報一下 首先我想強調 我們這個委員會認為 港鐵的項目管理團隊是非常專業 亦都確守有關高鐵項目、工程管理和程序 他們的專業管理技巧和對這個項目的承擔 令他們處理了不少情況出現的挑戰 而且盡量減少工程的延誤 委員會沒有發現項目管理團隊或港鐵公司 試圖去隱瞞或掩飾各項目的合約遇到的延誤 由於委員會的成員不是工程人員 所以我們委任了兩位在這方面的專家 協助我們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和程序 以及就高設項目 如何以更高的透明度和適時的態度 去完成提出合適的改善建議 我們估計在今年的十月 就可以出我們的第二份報告 而這份報告將會包括一些建議 兩位專家的履歷 亦都在報告中詳述了 第二 有關局部通車的建議 委員會調查所得就是 工程總監和他的團隊 在去年2013年4月 已經知道工程出現了相當的滯後 經過考慮之後 在7月向幾位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包括行政總裁 副行政總裁 和財務總監 提出局部通車的方案 包括在2015年通車 由原有的十個月台 變成六個投入服務 之後 這個建議都在8月和9月 和政府相關的部門進行討論 然後在9月的執行委員會上 向各個高管的人員進一步交代 不過 這個局部通車的計劃 並未向董事會回報 工程總監在8月和12月的董事局會議上 被執行 在2015年的時間表 以及工程預算完成 委員會認為 執行委員會 沒有將這個局部通車的方案 向董事局回報 反映他們判斷力欠佳 尤其在工程總監和行政總裁方面 第三 在和政府溝通方面 委員會相信這個項目管理團隊 就高鐵項目的延誤 已經是根據委託協議的條款 適時和預實地向政府作出詳盡的回報 委員會認為項目管理團隊 或者港鐵公司 絕對沒有試圖隱瞞資訊 掩飾項目內各項工程遇到的困難和延誤 但是委員發現 港鐵公司沒有清晰地把工程上 累計延誤的如何影響整體工程進度 向政府提出 第四點 至於管理層的角色 在調查過程中 委員會的結論就是 工程總監對於可以追回 這個項目出現的累計延誤的看法 是屬於錯誤 他應該肯在更早的時間 將有關的情況說明 而鑑於行政總裁 對這個項目工程持續的延誤 一直之情 而且這個項目對政府來說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社會大眾對項目極為關注 委員會認為行政總裁在監察這個項目的整體進度一事之上 應該是作出更慎重的判決 有時候 都需要有專業的懷疑態度 以確保公司的相遇和信誉 並不是指於某個人的看法 第五 至於對外溝通方面 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主席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在4月12日得知2015年 局部通車的目標已經無法實現 於是 港鐵公司在4月15日舉行的簡報會和發出的新聞稿 最早就向公眾交代言誤 以及2017年通車的時間表 就4月12日至15日之間的傳訊策略和危機管理 委員會覺得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包括沒有召開過董事會緊急會議 以及與傳媒溝通的方法 凡此種種都反映港鐵公司在處理危機方面 做得不好 導致公司的公信力嚴重受損 就此 委員會對董事會有幾個建議 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 加強項目的匯報 董事會應該和執行委員會檢討日後 向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進行項目匯報的形式和內容 以確保董事局及審核委員會在有關項目上獲得清晰和全面資料 以及獲釋每一個項目所遇到的嚴峻挑戰 各項目的財務進度報告也應該一併審議 同時 執行委員會應該釐清各個成員的責任 以及他們負責的工作和相關跟進 董事局及執行委員會應該在港鐵公司內部提倡良性的辯論風氣 鼓勵全體隊員成員多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 第二 建議董事局成立工程委員會 去監察任何涉及設計及建造的重大工程項目 工程委員會應該由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就每一個相關項目的進度以及工程預算 向董事局匯報季度的檢討 工程委員會也應該就各項工程項目 檢視港鐵公司相關的傳訊策略和危機管理計劃 第三 鑑於企業傳訊對港鐵公司的形象有策略性影響 委員會促請董事局對港鐵公司的傳訊策略進行全面檢討 務求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適時性 並且與各個持分者保持積極的聯繫 尤其是與公眾人士建立相向的交流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主席 謝謝 謝謝Fred 我們知道高鐵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基建項目 我們的工程團隊會盡一切努力 確保高鐵可以在2017年通車為市民服務 事實上董事局今天收到正式報告之後 已經即時就報告的內容進行了討論 我們在會上除了確認接受報告的內容和建議 同時亦分別談過如何帶領公司走向未來 向前發展並且作出了一些決定 我們之前已經跟大家說過 就是行政總裁韋達成先生 在明年八月約滿之後 就不會再續約 董事局和韋達成先生 在最近達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看到公司未來的一年 確實有很多對長遠有影響的工作要做 也要克服很多挑戰 所以我們覺得公司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新領導能夠帶領團隊 對公司作出跨越2015年的承諾 開拓未來 開拓未來 引領公司業務更加上一層樓 是最能夠符合香港市民和公司的利益 因此 所以韋達成先生將會在今年八月十五日 提早離任 我想在此 多謝韋達成先生在過去兩年多以來 對公司作出的貢獻 在他的領導之下 港鐵推出了用心聽、用心做的計劃 加強了列車的服務 並且引進一系列改進車站設施 以及顧客服務的措施 令到乘客直接受惠 管理的團隊和前線人員同心合力 令到港鐵列車服務的準時度 持續提升 而2013年的服務表現 更是合併以來是一個最好的成績 我們現在正在在全球 招聘一個新的行政總裁 港鐵公司不僅是一間上市公司 每日也要為五百多萬人在香港提供服務 因此我們必須經過很嚴謹的招聘程序 去找出最佳的人選 這個程序是需要一段時間 港鐵公司在香港有一萬六千名員工 連同海外員工總數達到三萬人 這個團隊是不能一日無稅 董事局決定了委任副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 由八月十六日起出引 處理行政總裁 Lincoln在港鐵工作了十幾年 對公司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投入 在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 對公司在香港、國內和海外的業務 都有豐富的經驗 在這段時間由他領導公司 董事局對他有充分的信任 我們也知道整個團隊會給予Lincoln最大的支持 在這裏我也想特別指出 領導層的轉變 不會影響到公司發展的基本策略 我們的核心業務、我們的心 一直都是在香港 我們對服務香港市民的承擔 就肯定不會減少 也不會削弱我們盡快完成 手上各個鐵路項目的決心 在港鐵裏面 有很多來自不同專業的人才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全心、全意、服務、市民 我們相信 港鐵的同事們必定會團結一致 繼續緊守崗位 為香港做到最好 現在我會說幾句 現在我會說幾句 幾句話 在英文 今天在我們的 board meeting 我們談到 我們談到 IBC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s first report We also deliberated the best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to take the corporation forward We had earlier communicated that our CEO Mr. J. Walder would not be renewing his contract when it expires at the end of August in 2015 In light of the works and challenges ahead the board and Mr. Walder share the view that i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corporation to move forward under new management leadership who are committed to MTR and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beyond 2015 As such Mr. Walder will take early departure on 15th of August this yea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corporation's appreciation for Mr. Walder's contributions as CEO just to mention a few the widely lauded listening responding program the many service upgrades and inspiring the team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on time efficiency comminating in a new record high in 2013 a worldwide search for a ne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underway given MTR's importance to Hong Kong and its publicly listed statu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ensures the best person gets the job is warranted a team of over 30,000 with 16,000 in Hong Kong cannot be without a chief for a day the board has decided to appoint Mr. Lincoln Lo W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o be acting CEO with effect from 16th of August this year Lincoln is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manager who has served MTR with dedication and high merit for more than a dozen years the board has confidence in his leadership capability as well as that of the executive team the board knows they will enjoy the full support of all their colleague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emphatically the change I mentioned will not alter MTR'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if anything i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our sense of mission to serve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well and be fit for purpose as a valuable community asset thank you 謝謝主席 謝謝馬教授 首先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麻煩你可以告訴我們你們的機構 和你的名字才發問 兩位主席好 我是TVB彭國柱 想先問報告 先到那裡 剛才馬省主席 是否提到 其實最大責任 都是行政總裁和工程總監 在那裡 那裡 然後前國鋒主席 就想問一下 這個行政總裁 他其實有沒有是甚麼原因 他是不是為這次事件 需要負責而提早離任 另外剛才報告裡面已經提到 工程總監是很大責任 其實他宣佈了提早離任之後 提早退休之後 會不會好像CEO一樣 會再提早離開呢 麻煩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如果你看一下報告 其實報告裡面 關於責任那一行 提過很多不同的 包括這個 甚至我們有批評到主席 不好意思 我們說他沒有召開到這個 緊急的董事會會議 有提過譬如 周宏委員會的成員 判斷力欠佳 所以我們其實 這個報告我想說 是非常全面的 而在工程總監 因為他是負責這個工程 所以我們覺得 當然 他在判斷力方面 特別是沒有通報 早點也通報給董事會 甚至政府方面 我們覺得是有責任 行政總裁的責任 也都在這個報告那裡詳述了 所以我只是想指出 我們那個 哪一個人做到什麼 我們覺得做得不是做到最好的 我們都有評論過 就不只是說一、兩個人 是 多謝你的問題 首先答 關於周先生的問題 周先生是在這個委員會 成立之前 就已經請辭了 當時公司 決定了接受他的 resignation 到今時今日 當時也做了一個宣布 那個決定 到今時今日 也沒有改變 剛剛馬教授 也有解釋了他的報告 他的報告當中 說得很明白 就是有什麼責任 有什麼結論 董事局 也是完全接受了 委員會的一些結論和提議 關於韋達成先生 其實我們和韋達成先生 是達成一樣的共識 這個共識很重要 我剛剛說話的時候 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的共識 公司在這個階段 在未來十二個月 會有很多重要的挑戰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且這些工作 剛剛大家也看到馬先生的委員會的報告 好像在管治方面 我們要成立一個 那個capital works 公務工程 委員會 這些工作 對公司 對港鐵來說 是有長遠的影響性 他會跨越 2015、2016、2017 是很長遠的 所以我們跟韋達成先生 達成一個共識 既然 他原先的計劃 是明年的八月離任 是基於公司利益的大前提之下 而兩方面作出了一個決定 是經過一個比較 剛剛所說的一個月的過渡期 就由梁國權先生 接任、接手 做處理行政總裁 董事局對梁國權先生 以及對他將會所帶領的整個管理團隊 以及所有的同事 都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下面 綠色三 你好,青島的楊耀登 主席想問一下 就是韋先生 其實是何時跟你去談辭職的決定 以及這個建議 是否他自己本人提出的 還有就是報告裡面 都說回責任的時候 都評論 周先生那方面的責任好像重點 就是重過韋達成先生 那為什麼他不需要 由現在這一刻開始辭職 謝謝 所有董事會的決定 都是經過一些很審慎 以及深思熟慮的過程 我剛剛也和大家報告了 就是我們和韋達成先生 這個共識 是最近達成的共識 不過是經過了一段時間 深思熟慮的 是這樣的一個程序 關於周先生的問題 我剛剛也解釋了 就是他在四月的時候 他已經向公司請辭了 而公司當時決定了 接受他的請辭 現在看到委員會的報告 委員會得出的結論 董事會也是基於公司的利益 以及經過審慎的考慮 覺得關於周先生的決定 我們不需要改變 這邊這位 這位 這位 請問 《China Daily》 想問 關於傳訊策略 其實很早已經有傳媒報道 你們延誤都很具細無謂 外面也 傳媒以外 都已經聽過這些消息 但是你們 在報告的時候 似乎就沒有 當那些事情是一回事 直到說到四月 其實董事局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責任 去聽這些消息 然後去認真去檢討 只是把責任責任 去一、兩個人身上 還有 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 好嗎? 馬教授委員會的報告中 有提到 有幾次董事會 是有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就是 一而再的詢問 項目和工程 是否能夠準時完成 報告中 也很清楚 說明了 當時的項目總監 他答得很明確 是能夠準時完成 是能夠準時完成 你的問題是甚麼? 即… 其實是否應該… 即是… 即是… 現在你… 至少是時候看看 會不會覺得 那時候 聽完一句話 是否已經收了課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以後怎麼可以確保 甚麼在有的情況 不是… 這樣… 其實委員會的報告中 也有提到 公司本身的通報機制 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而董事局 也完全接受 這個結論 以及會做出一些措施 會做出一些措施 是會將通報機制更加兩線化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清楚地看看報告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呢? 其實是通報機制 因為通報機制 失效了 在某些地方失效了 而引起了一些危機 在危機當中 在那個… 和傳訊的處理手法那些 在情急的時候 亦出了這些差事 所以在這些種種方面做來 對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和我們知道我們在香港 是兼負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是事不宜遲 是需要在很多地方 做出一些改善的措施 所以我們深信 就是 董事局 配合 管理團隊 我們同一條船去做 是能夠將事情做好它的 馬教授 有什麼想補充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剛才這位傳媒朋友問得很好 我們在審視整個過程中 看到董事局 是有就著這個高鐵項目提出質詢的 不僅僅是在一次 是在兩次的董事局會議 這個報告也都詳述了 有兩位不同的讀董 是問過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當然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要相信我們的管理人員 當他說 他是有信心 可以在2015年完成的工作 以及在預算之內 就是 董事會 就 沒有可能會繼續 是去 不相信那位同事 你可以想像到 但是 但是 我們也都覺得 是有不足之處 所以我們在報告上 就提議 成立這個公務工程的委員會 就是針對我們今次 吸水這個事情的教訓 就希望 那個委員會 由一個非執董去領導 是會看得細一些 就是 這一方面 我們都是 對自己這個董事會 是作出了批評的 那邊有一個問題 是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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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now the CEO is going to step down earlier than expected and the the other thing is you said there was no cover-up why was that the case why didn't you find any evidence of the cover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you've made direct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how are they going to help fix up things and for Mr Chair and I like to ask is Mr Walder going to be leaving with the full gratuity it's a are you going to deduct anything from what he's entitled to and is the project I may not get a chance again and there is the project going to be completed within budget if not who's going to foot the bill you've got four or five questions I'll give you the simple to the simple questions within budget or not we're we're studying because we announced that the project completion will be delayed into 2017 so we're doing a ground-up exercise on on sort of re-estimating what will be the estimated new outturn cost okay and that is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and I think we have made announcement elsewhere that we're hoping to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new estimate in July and we'll we'll strive to do that okay as to mr. Walder okay I think I need to re-emphasize that this is really mutual based on mutual agreement okay and he is acting out really okay for the good of the company thinking that for the company going forward as I had just explained earlier in Chinese that it is good for management leadership to be sort of transition into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can actually commit to the company beyond 2015 and I hope way beyond 2015 um as to the agreement with mr. Walder you asked about the financial package okay um after we've reache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what is best for the company okay and we entered into negotiation with more mr. Mulder because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s out of mutual agreement you have to go through in negoti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is really one okay what is right for the company to using using Hong Kong's employment ordinance and also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 we have with mr. Walder as a basis and we reached an agreement and this agreement it does have a sort of confidentiality clause and so I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don't insist on as to the details of the quantum however MTR is also a listed company and so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asked about will be contained in our next annual report next year's annual report okay uh but we are bound by the confidentiality clause with mr. Walder not to divulge the figure to you now okay let me let me answer uh his question the other yeah the other question actually if you read the report you will note that you will note that we actually have comment on various parties responsibility in the whol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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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le event including you know from the excom the chairman everyon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uh to to uh what they have done is outlined in detail so we didn't just uh criticize mr. Chu or mr. Walder actually there is a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we think as a committee on each of these parties so please take a look and we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no cover-up because there were a lot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oth to the government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ess so but quite a bit of information also to the board and the audit committee except that when we asked the project director you must appreciate that you know we have to rely on the management to give us the assessment whether you know given they did mention for example critical delay in certain contracts but when we asked the project director you know whether the project is going to be completed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n but on budget the answer on at least two occasions were positive so that is why we don't think there was cover-up on his part either it's just that he might have misconceived you know on maybe he has a misguided optimism whatever you know but we didn't think it was a cover-up uh and uh to address your third questions we did make a lot of recommendation which you noted in the report thank you this side 你好我们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有两个问题能不能请用普通话回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 尽量尽量 谢谢 造成高铁延迟竣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在2017年通车之后是不是就能马上投入服务 第二个问题就是高铁建成之后 通车之后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从港铁方面掌握的数据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的终点站是不是到北京 谢谢 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你一会再重复一下哈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延误的成因为何 刚刚就是 委员会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我们的通报的机制出了问题 通报机制有问题不是工程项目延误的原因 工程项目延误的原因呢是因为工程自己本身的复杂性很高 而且呢规模也巨大 而且呢规模也巨大 光是这两个呢也不会造成延误 而是呢事实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而且呢遇到了一些呢 预料不到的一些困难 这些预料不到的困难 这些预料不到的困难从一开始就有 一路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发生 当然你说在计划工程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一些空间 为了应付预料不到的事情 这一次呢我要承认给的空间是不足 实在是有太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你要知道这个26公里的地下工程呢 不容易做的 而且香港的地下比地面还要复杂 所以在这方面呢 委员会也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也聘请了两位 国际兼出名的工程专家 来帮我们评估一下 但是现在的结论呢 是在工程项目的管理方面呢 没有问题 遇到的种种挑战 就引起了这些的延误 可是在遇到挑战的时候 当工程受到延误的时候呢 没有好好地把这些挑战 通报给上层 没有通报给直董 没有通报给董事局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公司是需要有改善的地方 但是整个这个工程团队 他们的专业水平 还有在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水平呢 我们还是值得十分的是可以认可的 好 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在2017年之后是不是就马上投入到服务了 现在是2017年是能够进入服务 对 现在的这个整个 你如果详细的看看报告书呢 当时有就是部分通车了 就是MOR或者是partial opening 现在我们所给大家的预报呢 就是在2017年呢 是能够以原来的这个 那个在entrustment agreement里头所讲的呢 这个是完全按照entrustment agreement的那个目标呢 去投入服务 这位小姐 好 谢谢 想问港帖有关伟达成先生的情况 因为原本开初是明年八月约满之后会离职 但是是不是会有个约满酬金 现在提早解约了 提早一年解约 会不会是港帖有相关的赔偿金 或者约满酬金是当作赔偿金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港帖如何确保是2017年是真的可以通车 可不可以讲一下相关的措施 还有最后一条问题就是 港帖就这次第一份报告的建议 就是有关工程委员会有没有一些人选 麻烦 首先又讲回伟达成先生 其实刚刚我已经都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是以伟达成先生和我们 是和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而我们现在做出的决定 是和他一起作出的 而他作出的一个概念的决定 都是基于以公司的利益为大前提的 我们的基础是以公用条例和他的聘用合约的 以及在我们和他达成 经过一轮初商之后 所达成的协议里面 是有考虑过去 就是他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现 而且也有因为今天出了一个报告 报告得出的一些结论 全部我们和他所达到的协议里面 是种种的因素都已经包含在内了 而我刚才已经说了 协议是有一个保密的条款 所以是要等待 将来在年报中 我们就会披露详细的情形 我想重复 我们是经过很审慎的商议 在董事局经过很审慎的商议 又经过了我们的申筹委员会 由申筹委员会之后 又经过董事局的商议 我们也觉得对公司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2017年是不是可以通车? 刚刚答了各位传媒的 用广东话? 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通过? 措施就有很多 刚刚马教授的委员会 他们建议成立一个项目工程的监督委员会 这件事我们会立即尽快去执行 你是问人选的问题吗? 我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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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大家也知道,如果在我們的報告裡看到 其實這個項目遇到的挑戰真的不少 其中包括我們現在香港的勞工短缺 勞工短缺真的會影響我們整個進度 但是專家就會給我們一些意見 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盡快做起這個工程 好,後面這位女士,小姐 你好,NOW TV 我想問一下,偉達成先生提早離任 而且報告也批評了他有很多失職的地方 其實他離任的時候,董事局會否扣減他的花紅 或者在獎金上會有任何懲處 第二就是,剛才你們也說過 董事局今天再檢視一份報告 不會改變對於周大昌離職的安排決定 為什麼會維持這個決定呢? 是否因為覺得周大昌的責任比偉達成小呢? 另外第三個問題就是 除了偉達成和周大昌之外 港鐵內部會否有內部的情緒 對於其他負責高鐵項目的員工 講到通報失效 這個其實是馬教授委員會得出的一個結論 就是首要的人物是我們的項目總監 另外呢,偉達成先生 我再重複的再這樣回答你 就是我們是經過兩方面初商 得到一個協議 而在董事局 先是新籌委員會 然後董事局 在我們審慎的商議 和評估這個協議的時候 我們是有考慮過偉達成先生 在過去一年的表現 這個是肯定的一個因素 在這裏 Ad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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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Walder is not competent to handle CEO duties. It's agreement between Mr. Walder and the board and the corporation that having someone who can commit to the corporation beyond 2015 and provide a strong continuity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now. So this is something of a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ourself and Mr. Walder. And as I had mentioned in my introductory remarks, Mr. Walder during his tenure as CEO has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ny and for which the board and the corporation is appreciative. Fred, would you like to answer the second part? One of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s terms of reference is to look forward and advise 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can deliver the project in a transparent and timely mann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poration's obligations under the entrustment agreement. Therefore, the IBC will prepare a second report containing recommendations with regard to this objective following review by the IBC of key project milestones ahead, known difficulties and risk assessment. And that is why we engage two experts. actually you can find in our report both in the executive summary and our appendix about all this. Thank you. 這位小姐 你好,士丘正文 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說過 其實在執行委員會裡 就是由行政總裁主持 所以令到那個 board 其實沒有這麼早知道那個原因的事件 但是想問一下 其實那個 board 其實有沒有責任去提前去監察這件事 及早發現這件事發生 董事局在這方面有沒有任何的責任呢? 另一方面,隨著偉達成和周大倉會離職 那是否在港鐵裏面 所有要為事件負責的人都已經離開了港鐵 而港鐵裏面沒有人再需要為事件問責呢? 謝謝 其實如果大家清楚地看報告 剛剛馬教授也提到 其實這個事件就顯露出 有些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體制方面 有些是管理方面 是有改善的空間的 這樣我們一定是會盡力 以及盡快將這些事情做得更加完善的 這樣剛剛馬教授也很清楚提到 連我作為主席的一些判斷 也有提出來 其實所有參與其中的人 他們自己 你經常去提到周先生 以及委達成先生 他們是自己作出的一些判斷 周先生根本在這個報告 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前 他都已經請辭了 那麼委達成先生 不是因為這個報告 而是他自己 是經歷了一段的時間 以及自己也經過 深思熟慮之後 既然他當時都已經決定了 是明年八月都不續約了 所以他自己也是 即是說 他的出發點可以成為 甚麼是對公司最好呢 這樣跟我們一起初相 而得出的一個結論 其他的一些 在董事會方面 有甚麼可以更加完善的地方 在執委會的通報機制 在項目工程團隊 對執委會的通報機制方面 在我們和政府的溝通方面 有甚麼地方 我們能夠做出來 是能夠完善的呢 我們會去將它完善化的 好 OK 我們時間關係 我…